我們看到419頁的地方 我們一樣介紹那個馬斯維爾方程式 那前天我們已經有看過這些的地圖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有看到那個1是電場強度 C是電流密度 μ是導磁係數 Q是電荷密度 H是磁場強度 H是界線係數 Sigma是導電率 或是導電係數 D是電通密度 B是磁通密度 這個前面我們7173的時候提過 這下面的三個公式一樣也有提過 Q是等於電荷密度做三重積分 然後這個是Phi是磁通 是我們磁通密度做面積分 然後電流是我們的電流密度做面積分 就這樣子 好 第一個我們看到所謂的法拉地定律 我們這邊介紹的是說 我們前面講的是閃度電影跟熟度電影 那應用在我們電學跟磁學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我們看到是法拉地定律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電長強度 就單位長度的伏特 好 然後做一個線積分 好 那就會是變成是以前的Define E 這個考卷在這邊自己再拿一下 好 所以這個是以前的那個法拉地 就是NDefine E的那個部分 那假設我們現在是一閘 就一圈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負的應該是所謂的認識定律 那看我們這邊寫的是一個法拉地定律 好 就負的partial 5,partial t 那這個phine 我們把上面的式子帶進來 phine在這個地方有 好 B.NDefine E的面積分 把它放下來 好 所以這個phine 就跟這個 就把這個式子整個放進來 那因為這個是partial t 是對時間的偏微分 好 那我們這個面是屬於空間的積分 好 所以時間跟空間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partial放進來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就得到這個線積分 好 會等於面積分的公式 好 好 所以這個是相當於我們用studying 好 來算 好 所以這邊是電壓 好 相當於是電壓 那這個算出來相當於是我們的磁通 密度 好 對我們的面積分 所以出來也是電壓 好 就是我們那個磁通的變化量嘛 對不對 我們磁場的變動不是會產生電壓嗎 對不對 好 就等於這一個 所以第一個是所謂的法拉第定律 好 我們再往下看419A的最後倒數那個式子 然後有一個叫做安培定律 好 就H倒的底R會變成I 好 就是我們磁場強度的線積分 好 然後會等於把它積分完會等於相當於在算電流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 就相當於我們那個勾表 好 就夾式電流表那個的做法 好 我們去夾了那個磁通 好 那磁就是可以算得出通過導線的電流 好 這樣子 那把這個電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傳導電流 一個是位移電流 把它表示成IC跟ID 好 就把這個電流分成兩個部分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好 所以I等於IC加ID 所以我們是雙當於用上面的式子 好 就是J.N.D.Sigma的面積分 就變成IC變成JC ID變成JD 好 就這兩個對應這樣子 好 這個IC 去把它對面做面積分 然後ID就是JD 去把它做面積分 對應這兩個式子 好 那這個ID又可以得到另外一個公式 好 那這個課本上面沒有 這是別的書去找的 好 所以這邊的JC 還是像JC不變 那JD我們的位移電流密度 我們去把它變成這個是 H1 去乘上partial E partial T 這樣子 好 那這個D又等於H1乘上E 好 這個是我們的電通密度D 這個是用上面的定義式 419A的上方 好 這邊的D等於H1乘上E 用這個 好 就把它帶進來而已 好 所以這H1乘上partial E partial T 然後就變成是 相當於是對D來做偏微分 好 所以這個只是轉換一下公式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再看 我們使用那個12定理 那12定理 我們可以翻到417頁 12.9的公式12定理 好 那我們就寫在那個上方 就是F dot抵R 然後的線積分會變成 Deu cos F dot N 抵Sigma的面積分 所以我們這個H就相當於之前的F 可以 好 就是F dot抵R 這把它寫前是F dot抵R 會變成Deu cos F dot抵Sigma 所以這邊的H就是以前的F 意思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邊的H dot抵R 是上方的這一個 我們用這個式子把它換成 用12定理把它換成這個式子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等於他 等於他 這個都是等4 好 都是等4 好 所以這個H dot抵R等於他 等於他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等於 這是用Study得到的 好 就等於這個後面這個部分 好 因為這個是DOT抵Sigma 這也是DOT抵Sigma 還給你們的嘛 所以你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好 假如有問題可以找時間再討論 那未來電池學老師會不會證明不知道 好 看你們有沒有 學業現在是選修的 好 那這個是先到這邊 所以這是前面的 那個法拉肌定率那邊去推出一個式子出來 好 那我們再看到420頁上方 高斯閃度定理在電廠上面的那個算法 好 那給我們的公式是D 我們的電通密度就是DOT抵Sigma 好 那這個是會等於Q 會等於Q 那這等於Q 我們又等於這個電荷密度的體積分 三重積分就等於這一個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後面的那個B DOT抵Sigma的面積等於0 那個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第一個式子 好所以我們這邊過來 我們使用閃度定理 這個是 12.8截那邊的閃度定理 所以你有空可以翻回來看一下 410頁 那個12.10公尺的閃度定理 就F dot抵Sigma 就是現在所標的這一個 好 這個就是閃度定理 所以F dot抵Sigma 會等於DOT抵Sigma 然後的體積分 DV的體積分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F 換成這邊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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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邊的 三重積分的部分 就是DOT抵F 變成DOT抵D DV等於Q 好 這個是總電荷量 好 就等於這個 好 因為Q 剛剛的這個式子嘛 前面給我們的 所以這是三重積分 這也是三重積分 這也是三重積分 所以這是DOT抵D 會等於Q 就得到這個公式 所以是說 我們把我們的電通密度 就是我們那個電通密度 我們去把它取閃度 就是我們的電荷密度 好 就得到這個式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電荷 你要去看它的整個電通量等於多少 那其實把我們的電通密度 去把它取閃度 就取DOT抵D 這個D就可以得到 好 那我們再看420頁的第二個式子 就是D行的第二個式子 就是B DOT抵D sigma等於0的這一個 那這邊是說 我們有一個持通密度 我們橫過一個曲面 然後再N這個法線方向的面積分等於0 會等於0 會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一樣 好 我們使用的是閃度定理 好 那這個是 我們使用閃度定理 這個是我們原來的 左邊 這個是原來的 好 那我們要做閃度定理 好 所以這個是B 就是我們原來的F DOT抵D sigma的面積分 所以變成DOT抵D F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的B 好 所以我們就DOT抵D V 好 就這樣子 那假設我們這個是等於0 假設我們是在電場裡面 那電場裡面 我們去算那個磁場 好 它是沒有的 好 所以說這個 好 跟我們的等於0 好 這個是等於0 這個帶進來 好 所以說你要去做積分等於0 那像那裡面的函數等於0 好 0幾乎還是0 我們前面提過 所以這邊就是DOT抵D V等於0 所以說這個是等於0的時候 我們得到一個DOT抵D V等於0 所以意思我們的磁通 它沒有閃度 這意思是這樣子 好 我們的磁場 我們是旋轉場 好 所以它就沒有閃度 好 那我們再看 好 前面的 這個是在480頁的第二列的式子部分 好 就FDOT抵R 好 FDOT抵R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EDOT抵R 好 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變成DOT抵F 所以這邊就變成DOT抵D 然後DOT抵D是個馬 好 這個是用前面的公式法拉利益利率去算的 好 就得到FDOT抵R 好 那我們把前面的那些時Phi 好 帶進來 前面的4帶進來 好 在這邊 這個Phi會等於這個的面積分 這個Phi會等於這個的面積分 好 那Phi要保留 好 那這個是空間的 這是時間的 所以兩個是獨立的 好 所以這個Phi放進來 就變成PhiBPhiT 好 變成這一個式子 好 那我們再看 好 那上方的這一個 del cos e dot n desigma 我們留到左邊來 然後右邊的式子 就放這個 剛剛所算出來的這個 所以這兩個是相等 所以一樣是 都是面積分 都是dot n desigma 所以是del cos e 會等於這一個式子 負的 對不對 積分一樣嘛 dot n desigma 比sigma也是一樣嘛 所以是del cos e 會等於負的part v part t 好 等號碼移向過來 所以這兩個相加 好 會等於0 因為這移向過來 是等於0 把那個積分移過去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一個式子 del cos e 這個原來是減的 移向過去 隨便加的 所以del cos e 加上part v part t 等於0 好 所以說我們 一個電場去取懸度 或是我們磁場去對時間做微分 它相加之後是等於0 那這個式子是在 420頁的第6列 有一個del cos e 那個地方 好 那繼續說 我們假設用相同例子 我們使用安培定理 安培定理來算 可以得到一個del cos h 會等於j 會等於j這個式子 好 一個是電場的 一個是磁場的 好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 好 我們的j等於sigma乘上1 加上f 乘上part v part t 那這是前面這邊 前面算過的 好 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邊用的只是jc 好 那這邊是sigma乘上1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j 好 這是整個的j 原來這邊的j 好 最前面那邊的式子 好 所以在420頁中間的地方 有一個j 好 會等於sigma乘上1 加上1 乘上part v part t 好 我們去把它取旋度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del cos h 我們剛剛有一個式子 del cos h 好 等於這一個 好 因為這是del cos h等於j 那j就等於它 所以把它移下來而已 在這個地方 好 這邊有一個是jc 那個del cos h del cos h 好 會等於這一個 好 那這個是等於j嗎 好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是del cos h等於j 好 就是在中間那個地方 好 那把那個整個式子再帶下來 好 就得到我們的del cos h 會等於這一個 好 這個原來是不是j 這個會等於j 前面的 好 把這個j再帶下來 好 就等於這兩個式子 好 一樣我們再是用閃度電理來看 好 等一下會再用到這個式子一次 好 所以Q是我們的電通密度 好 所以Q是我們的電通密度 去dot h等於sigma 好 那等於Q 總電核量 好 這個是剛剛提過的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是 這是三重積分都一樣的 好 這邊是用閃度電理 好 那邊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del dot b 會等於這邊的Q 好 因為這個是三重積分 這也是三重積分 都是底部一 好 就得到這個式子 好 所以我們去把那個電通密度 去取閃度 就會等於我們的電核密度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前面有提過的 就是我們算出來一個結論是 del cos h等於負的pbpd 好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這個是從前面那邊的法拉地律 跟所有電理那邊得到的結論 del cos h加上pbpd 然後把它pdbpd把它移向過去 變成負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在課本的中間 它有一段有敘述 倒數第三列的式子的上方的文式敘述 好 它那邊有一個no go back to這個地方 好 那回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把這個式子再去把它取懸度 就是del cos h 剛剛是del cos h 我們再把它取一個懸度 好 所以兩邊同時取懸度 好 所以這個取懸度 好 那這個是時間 這是空間的預算 好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把它放進去 先運算空間的 再去運算時間的 這是pactyl t4 比方 t是時間 那del cos h和它旋轉的 旋轉長 好 所以說這個運算可以先進去做 做完之後再對時間來做偏微分 好 那我們的b等於mu h 就是我們的磁通密度會等於導磁係數去乘上磁場強度 等於這個 把它再帶進去這個b裡面 好 所以這個mu h 在這個b裡面 就把它帶進去而已 所以這mu h 那mu是常數 所以我們把它移到外面來 好 就得到這個1 好 等於del cos h我們剛剛有 算在前面那個地方 等一下要再帶進來 好 我們先算左邊的 好 這邊有個del cos h 好 等一下要帶這個 好 所以我們先算左邊的 那這個三重機 這是我們的XG的三重機 我們有個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在之前的版本有 那後來有些版本就拿掉了 那我這邊是早之前的 第五版的 好 那這個可以看一下 就我們有向量三重機 那個重機的部分 所以假設我們三個向量做XG 那這個先做XG 再對外面F做XG 好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個公式 好 所以這邊是外面先乘做點機 再乘上中間的這一個 好 然後再乘3F跟G做點機 再乘上最後面的這個h 好 就得到這個公式 所以這是向量的三重機 好 全部做XG的部分 好 就得到這個式子 好 所以我們對應這兩個式子 所以F就是這個del 然後G就是這個del 然後E就是現在的h 好 這樣子 好 我們把它運算 然後帶下來 好 所以我們去看 這個式子 我們要用這個去把它等效過去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F 所以先對H做點機對不對 第一個是F跟G做點機 所以是外面的這兩個 所以是del.E 這個 然後去乘上我們的G 乘上G的話應該是中間的這一個 所以這應該乘上一個del 那del.E 這個是向量點機向量 所以應該是存量對不對 向量點機向量是存量嘛 那存量是一個常數 相當於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乘在前面 也可以乘在後面 好 所以它現在是先乘在後面 所以乘這些G原來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del應該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G相當於是這個嘛 所以相當於是這個 好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G相當於是這個del 那這del的話應該是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這個是存量 所以它放在它的前面 或是放在它後面 答案沒有影響 再去減掉F等G 所以是第兩個 前面的del兩個先做點機 好 然後再對第三個相乘 所以是H等於1 所以這邊有一個1 那這兩個點機點機 好 就變成part就平方 就一個lapar situation 好 所以這個是向量三重G 我們帶上面的公式 好 然後右邊的我們沒有變 把這個放下來而已 好 這是剛剛算的 好 右邊的這個把它放下來 就得到這個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看到課本的420頁的地方 的最後一行 好 這個420頁的下方的最後一行 好 接著看420頁的最上方的第一行 所以剛剛說的del dot to del 好 這個是相當於兩個做差跡運算 好 所以我們這邊是part就平方 part就平方 part就平方 part就外平方 part就平方 part就z平方 好 所以這個就是lapar equation 看一下對什麼做運算 好 這樣子 好 我們剛剛說的del plus H 也許會等於這一個 這個是在前面的420頁的中間 中間的地方 在那個Zen的下方那一行 DFSH會等於sigma乘上1 加320頁乘上part就t 好 那把這個del plus H帶到這個地方來 把這個帶到這個地方來 好 把他帶進去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剛剛的運算完的 好 會等於負的這個mu乘上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把他放進來 所以這兩個是相等 這是421頁的第二個式子 跟第三個式子 421頁的第二列跟第三列的式子部分 好 那我們再考慮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那假設我們現在Q等於0 就是說你的物體沒有帶電 就是不帶電 所以Q等於0 我們Q剛剛有算過是del dot d 好 這個是在420頁的倒數第四列 好 就是del dot d會等於Q 好 這個這樣算過的 那d要等於f乘上1 這個d要等於f乘上1 好 那1 那個f乘上1是常數 好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丟外面 所以變成del dot d 所以假設你的Q 你的物體不帶電荷 Q等於0的情況下 好 那這個相當於你的del dot d也是等於0 因為這是一個係數嘛 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del dot d等於0 所以可以看到421頁的第五列的式子 式子的部分第五列 有一個寫一個del dot d等於0 那那個條件是Q等於0的情況才有 好 所以假設你的del dot d等於0 好 那我們前面這一項 這是剛剛的兩項 我們用向量三重計的運算這一項 這一項 這一項等於0 所以只有留下後面的第二項 這一項 那等於這一項 那樣都有負號 所以就把它拿掉 同乘負嘛 所以這邊叫del dot d 然後乘上1 會等於mu去乘上後面的這兩項 對時間偏為分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運算 那這個這個碼是常數 所以一樣把它丟出來 把它丟到前面這邊來 那一項也是常數 所以mu乘上 這樣子 就得到這個式子 好 所以這個相對於是一個lapar regression dol dot d是一個partial平方 partial x 然後對y對z 都一樣的預算 就得到這一個式子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是 這個是在電廠 因為1是電廠強度嘛 所以這421頁得到數第四列 所以我們把電廠強度取兩次偏為分 就是取lapar regression 那就會得到這個 mu乘上sigma乘上partial 1partial t 加上mu乘上h0乘上partial平方 1partial t平方 就得到這個 那這個屬於1是屬於電廠的 所以這是電廠的馬克斯威爾方乘4 那還有一個磁場的 這是h的 一樣的算法 就del dot del 然後乘上h 一樣的式子都一樣 只是把e改成h 就要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邊討論到另外一些特殊情況 假設我們的sigma 我們的導電率等於0 就是物體不導電的 比如說我們那種磁性物體 比如說我們的磁鐵 那些東西不導電的 好 那我們這個相當於 我們這sigma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前面這邊的sigma等於0 所以就留下後面這一項 好 所以我們這邊 好 這個是等於0 所以只留下後面那一下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結論就是 del dot del 1 快等於mu乘上h 乘上partial平方 1partial t平方 好 這個sigma等於0 這個sigma等於0的時候 導電率 是等於0的 好 那再來 一樣情況 我們是磁場的 馬斯威爾方乘4 一樣sigma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就結論是 del dot del 然後乘上h 配等於mu乘上h 乘上partial平方 h partial t平方 好 所以這是馬斯威爾方乘4 那原始的應該是這兩個 好 所以應該要記原始的 好 這一個是磁場的 那上方這個是電場的 要記這兩個 那這個sigma等於0 或是h相等於0 這個都是特殊的材料 討論的是特殊的材料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 這邊只是在分析 好 所以是sigma等於0 是前面這兩項等於0 就留下後面這兩項 那假設h相等於0 那就是後面這兩項等於0 只留下前面這兩項 好 那在課本的421頁的最下方 好 有跟你說 好 這個就是3Dimension的heal equation 就是熱傳方乘4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熱傳方乘4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熱是電的這個是磁的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熱 好 不是熱傳方乘4 那只是說它跟熱傳方乘4 是一樣的形式 好 這個是屬於電的 好 馬斯維爾方乘4 是sigma等於0 這是磁的馬斯維爾方乘4 是sigma等於0的條件 好 所以這兩個是跟我們的熱傳方乘4 是有相同的形式而已 不是 這個就是熱傳方乘4 好 那這個是419頁到421頁 它介紹的是馬斯維爾方乘4 好 那的一些敘述跟證明 好 給你們參考 好 所以我們之前用的 Stock定理跟高斯閃度定理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在電跟詞裡面 都有用到 好 電跟詞裡面都有用到 所以我們利用的是 線積分變成面積分 好 比方說 像這個一樣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是 線積分 好 變成這邊的面積分 好 用的是Stock定理 然後後面這邊也有 我們的面積分變成體積分 在哪邊 電荷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些 是用面積分變成體積分的部分 那可以去參考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在電跟詞裡面 使用到一些場合 所以以前我們用的F 好 代表是一個向量 那就是現在的D 現在的E 這一些的函數 這樣子 所以它有它的意義在 好 好 那先到這邊休息 好 休息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然後我們接著看422頁的12點10 我們看一下曲線的坐標 那這個我們略過 這個講的是我們所謂的直角坐標 轉柱面坐標 轉球面坐標 那這個在你們維基分 老師有上移 坐標轉換就是 直角坐標 轉柱面坐標 轉球面坐標 不知道 那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一個芽核筆行列4就可以了 好 用那個芽核筆行列4 好 用那個芽核筆行列4 好 所以假設要算SYZ 轉成 那個叫柱面坐標的 變成R 這樣子 這個會嗎 這個會嗎 這個會吧 不會 就算法性向量的做法 不會三個 三個是什麼 不會三個 有這種東西 YZ 怎麼會沒有 這就是趴修S啊 趴修S 趴修S 趴修Theta 趴修S 趴修Z 趴修Z 所以你們不是原來是比S 比Y 這是直角坐標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這個都會背嘛 他這個阿從哪裡啊 就這樣子啊 可解嗎 沒有 沒了解 沒了解 請看課本 有帶課本的問一下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帶課本了 為什麼 有帶課本 四房二十七頁 四房二十七頁 有帶課本的問一下 最好是帶原版的 不要帶那個影印本的 那個影印本的是 原版著作權法 雖然你印了三十隻以下不違規 不違規 但是還是要保護著作權 你看到那個四房二十七頁的 那個有一個行列四 就黑板那種鎖寫的等於R 對不對 四房二十七頁那個等於R 那其實這個三度空間跟 好二維的其實是一樣的 我記得以前不是也跟你提過 這個partial的X跟Y 這個我記得有算過不是嗎 這個應該是R 這出來是R嘛 對啊有算過嗎 還是用 這個X是等於Rcos Y是等於Rsine 所以這邊的話是X對R 所以這邊是cos 然後對角度 所以是負的Rsine 然後這是Y對R 所以是sine 然後這是Y對R 所以是sine 所以變成Rcos平方 減減變加R平方 sine平方 所以等於R 對不對 這樣啊 這也一樣啊 這也是一樣的啊 所以就這樣做標轉換啊 SR 所以是SYZ嘛 直角做標 對阿 這不是XY 多加一個Z而已啊 這是partial的Rz Z 對吧 這個變成3x3的行列式算完 這個答案也是R 好 可以嗎 這樣知道齁 知道齁 知道齁 就是你坐標 就是你的坐標 就是你 比方說是 我們一個方形 各DX DY 可以做啊 但是一般的話 比方說你三個空間 會算的是DV 我們在用的一般是DV 所以假設我們一般DV 都是DX DY 那假設你的圖形是一個圓柱體 或是一個球體 或是一個錐體 這個是不能算嘛 所以就要轉成柱面坐標或是球面坐標才不想做 所以這邊要變成抵R 抵C,抵Z,轉成柱面坐標 這個還有一個忘了,這個要去算 然後好像是抵R,抵C,抵什麼的 這個應該是維基分 R是那個夾角,一個是旋轉的 一個是開口那個夾角 你們有沒有上嗎? 沒有喔? 有喔 我記得我們有上嗎? 我們這邊當學生說我們有上過 好 所以這個是講那個曲線的坐標 講的就是坐標的轉化 所以 我去自己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427頁 好 那個上方的是partial的SYZ 對partial of RZ RZZ的 那個轉化那個雅科比的行列式算出來就是R 好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知道坐標轉成柱面坐標的時候 好 它就會是一個R 就是黑板上所寫的那個 DXDYDZ會變成RDRDZZ這樣子 那假設你轉成柱面坐標 應該一個θ5 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記得是一個Rho Rhoθ5 在428頁那個地方 有代課我可以畫一下428頁那個上方的一個式子 那那個式子就是把我們的直角坐標 轉成球面坐標 好 因為你假設是一個球 它都是一個圓 所以你那個柱面坐標它是Z就不能算了 了解喔 我假設是一個球 我的那個外型體啊 是一個球 那原來你這邊是RZZZZZ是垂直的 直的那個可以算 但如果是一個球 所以那個球部分 你的Z就沒有辦法算那個高度 是變化的量 因為它是一個圓嘛 所以它就用ZO RZZ 好來算 好這個回去有空看一下 這個假設就是做比較早換部分 所以我們這一節12點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勾系題 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好那第12章就介紹到這邊